这盘棋讲解是2022年的上海杯第25战场 红方是汪洋,黑方是汪天一 这个时候的积分是汪天一及7分领先,排在第一位 汪洋是积5分,排在第二位 现在双方要进行一个角逐 这是第五轮的比赛 那么汪天一如果输了也无所谓 他也是7分,如果赢的话就9分 但对汪天一来讲的话,似乎也没必要费脑筋 这儿的话就看你怎么走吧,见着这招 现在汪洋他现在如果要迎王天一就可以出现 但是要想迎王天一何其困难 所以的话汪洋也是走得稳 开局放个中炮,黑方就上了 这儿的话红方正常是出局 黑方就走个屏风马,看你怎么走吧 那么这儿,作为高手啊,两个人都走的是稳扎稳打 红方呢,现在正常是要平炮队杀的 但是红方走了一步G2进6 他这个棋的意思就在于呢,看你会不会犯错误 如果你走错一步我就杀你 那王天一到这里也不纠缠,就杀过去 他的意思是我抢先啊,杀你 这边的话,希望你可以过来我在泡巴金寺杀你 那双方经过这么一个试探应手之后 红方感觉没嫌疑 他这边呢,准备生动集齐啊 出局来抓这部炮 黑方当然是封住不让 那红方一看,这个棋我就回马 看你要不要杀 按道理的话,这个棋啊,居持兵也可以杀 当时呢,许云川就用这个棋啊 差点赢了孙永泽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是可战的 但是对王庆来讲的话,我们说过,他已经7分了 输了,赢了,合了,其实呢 这个啊,都是可以紧急 只不过他如果是不输棋的话,就是第一名 输棋有可能啊,就会变成第二名 所以的话,他就啊,无缘冠军了 所以王庆没有必要冒险 他是来争冠亚军的,他不是来争三四名的 所以就简单换掉了 那接下来对方就吃 吃完之后呢,这边就飞一个像 先把足看住,看你怎么走吧 红方就不上马 是要走一个冰淇淋啊,换掉 那黑方肯定不让 先吃一个啊,有以后多个足就要杀你 但是红方这个棋也是积极上马 这边呢,不给你机会 这儿黑方就推炮 那么他是要甩过来啊 放中间,跟你去对局 红方直接打 黑方到这儿也是放中炮 那接下来,双方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换 黑方呢,先打一将啊 不给他机会 那么这里,你没有补破中炮的机会啊 也没有这个吃兵的机会 你也只能先踩掉 接下来这期才踩掉局 形成这个局面之后呀 那双方就比较平稳了 红方这个回马 他的意思是限制黑方的马 这儿的话,找机会可以进来卧槽 那黑方也就拐交马 他的意思是啊,把这个马往过掉 找机会呢,马路进八 上去把这个足对掉 这个马路就活通了 将来这边这个足呀 配合这个马就可以做文章 而红方中兵呢,始终是拱不动 所以就会受制 红方要抢在黑方上马之前啥的 这个时候如果你直接选择平边的话 就会给对方这么一个机会 虽然你吃一个 人家这个马一旦又活跃上去的话 你这边啊,别看多个兵 反而呢,不舒服 所以的话,有这么一个寸战 那这里需要注意就是 红方这个次取一定是先平炮 盯着你,你赶走打掉你 将来你想通过一个对子的手段就不成立了 所以的话,在这里黑方只能先把足换掉 你这个马暂时就没有办法调整位置 然后的话,再跑三平 这样一个顿挫过来之后 再吃你的足 一旦这时候呀 那红方多兵 黑方马位不好的话 他就不满意了 所以呢,黑方就赶紧平炮过来 跟他去对 那你吃一个,我也吃一个 走到这儿之后呢 双方也差不多 那么这儿,红方呢 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就是炮一平七 第二种就是飞向 本局的话,这个棋 汪洋队王天一走的是飞向 那这样的话,这个棋呀 黑方就落向 红方再平炮过来 这儿的话,黑方呀 他选择的招法就是 不是 接下来,红方一打 黑方这里也就吃 双方到这里,就握手延和了 因为和棋的话 两个人,对王天一来讲 他已经出现了 八分是第一名了 汪洋的话就要看 陆伟涛对吕琴利盘棋的结果 如果陆伟涛取胜的话 那他就没法出现 如果说 吕琴啊,跟陆伟涛下和 或者是赢了陆伟涛 那这就有机会出现了 那么说到这里啊 还需要值得一提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局面下 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炮一平七 这个招法呢 是卸净 对上孙永珍啊 这样走的 这个七呢 似乎啊 比刚才更经典一点 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 为啥呢 你落向之后 他也打 这儿的话啊 同样是交换啊 这个蝎静不会是 蝎氏和谱的鼻祖呀 这个骑走的牛啊 那孙永珍配合的也妙 这儿上去一蹬 黑方看似他有点机会啊 冲过去了 那么这儿一踩之后呢 合得更干净 接下来红方想过冰啊 黑方这骑还不对啊 对了当然也可以 但是作为象棋啊 他这个骑礼啊 马六斤四 这个气势上一点也不失落啊 所以呢 蝎静和孙永珍就这样合的 汪延和王天一刚才是飞向和人 同样是和其啊 这样的话 图更经典一点 这本期待